这跟我们相声真的特别像啊 就是一捧一斗这个关系啊 没错这个 应该说戏法比相声还早 书生记载是2400年 正确从西汉时期就有 先秦出的大墓里头 有戏法艺人的陶勇 还有一个学生专门写篇论文 就写论古典戏法的历史 应该说四千年 我个人感觉啊 应该五千年 五千年 为什么呢 你只要有人 他就有红的人 我们相声里有句话叫 三分斗七分捧 咱们戏法里有没有类似的这个 也这么讲 老先生也讲三分斗七分不好 但是我们这个啊 像我跟猪狼吧 我属于给他凉活吧 他得受累 而且站的位置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相声是那个使活站右边 凉活站左边 我们是整相反 就倒个了 另外好像说口是要站到七分 三分手七分口 就是变三分说七分 其实这事就把它交得明白了 一定我说清楚 你看明白这有意思 你要光变不说 戏法就真没意思 你说这个西方魔术 它一般是配着音乐 咱们这个有一半是听相声 一半是看您这个表演的戏法 这观点不一样 魔术它突出是魔字 它就一般外国也叫魔法师 戏法不是 戏法突出是戏字 戏字在先 我得说 先说 说说说给大伙说乐了 开始变 历神神就这样 前面说乐了 大伙高兴了 使我拿扇子边脱 帮你凉活脑 你别点白活了 你光说不练 嘴巴是 那咱咱们练一套练一套 把桌子搭下去 两个开始变戏法 这时候这个使活的 已经在身上带着东西了 我们刚才您说 您给朱先生量火 我们觉得朱先生好沉重啊 他这还不算太长 沉的还有 是吗 沉的要变一胎的东西 都有什么 最多的 比如说 工灯 两个带火的工灯 鱼缸带水 鱼缸带水 鱼水不洒 火不能烧着 你说在里边扁着了 这灯他把大腕就烧了 带鱼缸走上来 这鱼缸你一般的都紧张 水就洒了害怕 还有12块碟子 大盘子有那各种 那挂过梨桃 都是活的 这套比较多 那你有没有撑过重 一般的能承重六七十斤 六七十斤啊 你要太小 我弄三十斤 这根本不行 英俊你有没有想过 六七十斤 这个人得练了 他得吃点东西 吃点鼓鼻 我有一切身体会 有一次跟这个萧老师演出 那个时候我演相声 就是接萧老师这场 我就在这儿看着 等着嘛 萧老师您要上场了 萧老师你过来一下 我干嘛呀 我就站这台边 他上这楼梯费劲 他得摁我一下 摁我肩膀一下 上这楼梯 我就在那一刻 我就感受到这 还是说下好 他摁你那下 是不是很有重要 对对对 所以这变系法 都有好体格 对对必须 有好身体 那您当初 您小这个 站这不这算凉活的 是吧 您觉得这不 是不是您觉得 这清晨 这我不用扛 不是啊 我也先学这个 原来我师父给我凉活 王天英 王先生 我恩师嘛 后来师父故去了 就是我们俩合作 就是我给他凉活 我父亲是这个 业余文艺团体当中 也算是比较有影响的 什么都会 交点 后来我父亲 领我去到王先生家 回来我师父说 你跟你爸学不就完了吗 我问我爸 我说那您也会嘛 我爸说会点 跟王大也学了 我师父特别全 这话应该是我 十五六岁吧 不到十六岁 开始学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快五十年了 这个肖老师刚提到 这个肖老师的老师啊 其实也是我们天津观众 非常熟悉的 古彩戏法的大师的 王点英先生啊 有一张照片 我们也来看一看啊 好 这就是您跟您师父 这是我跟我师父 唯一一张在舞台上 那个演出烙火的照片 虽然不太清楚 但是历史记下来了 但我觉得 这肖老师这个说相声 供你挺厉害的 对 你有没有拜过时 专门学相声 没有没有 我喜欢相声 从小喜欢相声 其实王点英 现在和我们天津的 这相声太刀 马三立相声 其实还有一段渊源 是吧 对 他们都是同辈人 所以就他们见面 就是弟兄相称 所以我们也跟着沾光 跟我讲 他我跟你师父 打小一块长 我跟他哥哥好 就跟我师父的哥哥 我师大爷 跟他我们相好 一会儿他比我们小十岁 我们玩不带他玩 后来他追着我们玩 一直追着 我们追追追 追这么多年 还小十岁 没追上来 那能追上来 追上来 对